大家好,我是金斌牧师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两个星期在台湾的经历 和这三天的专题讲座刚刚完成了 和大家做一个总结,见相感恩 首先我带大家走一个回合 这里有我的游戏卡买 根据负责人说,这三天买的书都是非常理想的 特别是《灵介三部曲》 其他两本已经是卖坏,断了市 还有一本《灵介透史》 我非常感恩,这本书在今年的六月出版 由中华民国基督教辨别诸灵协会出版 我希望成为一个种子在台湾里去山根 其他书我们也有收买的 我们也有收买黎家卓先生那本书 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而我最喜爱的是一本《遇言就善已发生的事》 因为我有40年的心血,即是精品 接着我带大家去看看这个会场的地方 那个会场就是刚刚结束了 他们是收拾一些椅子 这三天是座门虚直的 不单只是这么说 他们非常之勇约,留心听 特别有很多人是连续请三天假来听 发问就真的问到超时 就是看到他们学习的心是非常之好 还有我们收到三十多个扣助个案 我们都做不完 这三天里面我们加班都是做了,希望做了一半 其他我们可以在网上再跟进 说到这里我都去分享一下 就是我这两个星期 来陀坂的第二天 我眼睛就发生了一个中风 幸好在24小时 在黄金抢救的时间 下午我就立刻去看医生 一个星期之后的今天 我的视力是恢复了五成的 另外就是有一个针灸师 帮我做的针灸 今天是针19针 我被人看的时候 说他非常之恐怖 对我来说是非常之感恩 很多人都担心我这三天的体力 一早上是讲两小时 下午就讲两小时 现在终于完成了 这个是非常之感恩 在这里就特别多谢大家 你是关心我,爱护我,为我祈祷 与我一起同工的 我真的无意为报 在这里就多谢大家 我们现在完成这个聚会之后 我们就有一个打算 可能是明明与我们 回到台北书展 跟着我们看看东南亚 有没有一个机会 给我们做一个同样另一天的分享 跟着就是7月1日 我就回到香港 和你们见面和你们吃东西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